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日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佳開啟的鐘仔 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先講講數據 中原公布了十大屋卷 在過去的週末成交到九宗 上個星期我已經說了 中原有策略公布成交中數 以他們的數據 中數急增了百分之二百 但美聯錄德的數據 比上個星期還要少一宗 只有八宗 按週橫行 連續兩個星期徘徊在單位數水平 翻查數據 今年十大屋院只有三個週末 跌穿過雙位數字 大家自行分析 另外講講新盤University Hill 昨晚發展商公布 收票已接近四千張 超額應購二十一倍 整個項目有點特別 都想和大家講一講 他和一期的Cinecoin Hill 都差不多開同一隻職 有別於新鴻基一直以來的風格 部分單位四百尺 都開到兩房連露台 這個職坊間有個稱號叫五鬼拍門職 即是把所有門都對住客廳 包括兩個房門、大門、廚房、廁所 這樣就會沒有走廊 讓室內多些空間 大角咀港灣浩亭 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作 另一個舊一點的項目 就是沙田第一城 除了實用之外 另外他將兩間房 是用廳隔開 分開在左右邊 雖然空間就小 但房與房的私隱度就好些 我看過示範單位 因為是開放式廚房 所以想放了固定飯桌 都有些困難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 所以你扣除所有的優惠 只需要600元 鬆一點 就可以買到一間見期全新的兩房 如果論升值機會和抗跌力 怎麼都好過買一間四十幾年樓的南風新村 或者行機的重建項目 赤價和重區相比稍為貴 但勝在劏得夠細緻 一家三四口都可以住 項目的樓下有巴士站有一田百貨 日前有網友問我這個項目買不買得過 我搜集了資料希望可以解答到它 另外生活上的困難 就要看你自己能否克服 要個鐵路 起碼要等十年 上集我們講規劃處和成規 今天見到一份報告 就是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最新文件 他們說在過去三年已經在不同項目 清理和回收30公頃的棕地 平均每一年就10公頃 他們更揚然會積極在今年開始 直到2026年底四年間收回200公頃的棕地 即是每年收回50公頃 是之前的五倍 作為建高密度的房屋和其他發展 如果細緻一點看 其實近期幾個部門都相繼擠地出來 短期看來供應少 中長期恐怕會嚇到人 另外再跟進一下雲巴 早前可能議員回大陸考察 覺得雲巴正 最重要是國產 政府就說會就九龍東高架無鬼折運系統 進行可行性的研究 對於引入無人駕駛的雲巴持開放態度 就這樣看走線 主要是服務啟德和跑道區的人 令啟德跑道區的人又有一線希望 阿創勝讚到雲巴天上有地下無 雲巴每一卡就可以載70人 可以增到8卡 而且充電40分鐘就可以行駛200公里 有需要還可以加密班次 加上造價低 興建時間短 但今天就被人潑冷水 土力工程處的前處長 和工程師學會的前會長陳建錫 今早在電台節目表示 九龍東已經是高度發展區 地面和架空空間不多 地底起非常貴 從工程角度分析 任何基建都要考慮是否有足夠空間 他說就算是架空 始終都要考慮 如何將乘客有效感 由地面送上系統 也沒有空間興建徒生通道 若遇上緊急情況 難以確保乘客的安全 他又引用屯門元朗輕鐵站為例 他說地面的空間已經插針不入 除非是罔顧安全 否則的話 根本上這些雲巴是出不了勢的 但為什麼還要這麼多升浪呢 原因就是 接下來會有幾個啟德盤 商計拿出來賣 如果不讓幻想的買家 那些公司和發展商怎麼銷 其實這個問題 早一天潘卓鴻已經有說過了 他說比亞迪的電池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有一招 如果真的火警或者失去動力 乘客是離開不到車廂 恐怕會變了燒豬 另外雲巴還有一個缺點 行走的時候搖房比較厲害 他說香港的空間比內地的城市更加狹窄 彎多之外 亦都非常多上山落山的情況 老人家肯定會覺得頭暈 相信雲巴引入香港就會變成雲巴 是頭暈那個雲 再來我們講講二手的涉樣個案 第一間是太古城的洞亭角 有間高層私丹委580呎 有裝修買了874萬 業主在2017年用了930萬買入 次貨六年賬面虧了56萬 第二間都是港島區 北角維港仲 八座中層B單位 1245呎 賣了4620萬 業主在2017年用了4880萬 8千買入 次貨六年賬面虧了260萬 08千 接著是連錄兩宗涉樣的何文田浩田 第一間是三座中層E565呎 賣了1165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1421萬 買入次貨五年賬面虧了256萬 另一間是九座低層D586呎 買了1180萬 業主在2017年用了1130萬 買入次貨六年賬面虧了30萬 再來第五間是八石角的雲匯 有一間五座中層A1室 379呎 買了656萬 尺價17,300萬 業主在2019年用了692萬 買入次貨四年賬面虧了36萬 如果計算當時發展商的回贈 應該和和果果離場 數到第六間是馬安山雅圖居 有一間一座高層D488呎 買了685萬 業主在2019年用了750萬 買入次貨四年賬面虧了65萬 去到最後一間是將軍澳中心 有了12座中層B646呎 買了1092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1118萬 買入次貨五年賬面虧了26萬 另外還有兩間名賺實事 第一間是沙田第一城的39座中層F室 395呎買了532萬 業主在2020年用了528萬 買入次貨三年賬面虧了4萬 如果計算洗費要虧超過20萬 另一間是將軍澳新都城三旗的都會浩亭 有了三座高層B406呎 賣了706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696萬 買入次貨五年賬面虧了10萬 如果計算洗費又要虧超過30萬 新盤方面 碧桂園發展的九龍城龍壁近日錄得兩宗塔定個案 這個項目到現在已經是現樓 勇金高度涵 第一間是16樓K室354呎 在去年6月10日以905萬5千元賣出 買家採用建築期付款方法 去到近日顯示中置交易 預料買家將會損失10%的訂金 即90萬5千元 另一間是20樓H實用面積281呎 在今個月7日復活節期間透過招標形式以767萬3千元賣出 發展商會向買家提供印花稅津貼和加私優惠 近日被列為簽了臨時買賣合約之後未有進展 預料買家已經氣扣會租發展商 抹收5%的訂金 即是38萬3千元 其實這些小單位 搞到要招標 已經是違反了地建會的指引 碧桂園現在財困 理你都傻了 不過為何會撻訂 我就很懷疑買家和Agent 又是談不妥 有時買家簽了臨時買賣合約之後 才知道原來項目是這麼高湧 當然回頭找Agent 談 有些Agent 就會的 但是有些Agent 就會有很多藉口 譬如報上公司 董事不批 簽約之前你又不問 現在你撻訂 你自己笨的 損失5% 買家覺得自己買東西又貴過人 又谷鬼氣 不如就一拍兩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再開鈴鐺 方便的話鼎鼎廣告